大陸西安晚報3月7日報道 陝西省戲曲研究院 原定3月5日至3月10日 每晚7時30分在該院劇場上演 大型巡康傳統劇鬥鵝院 但應被臨區防疫要求 該院3月7日至3月10日演出臨時取消 據悉3月6日晚陝西省圖書館 還組織全體職工 前往陝西省戲曲研究院劇場觀看鬥鵝院 以慶祝婦女節 西安市由3月5日即開始通報 新增確診病例 3月7日才叫停鬥鵝院演出 令一些網民懷疑是否與鐵鏈女有關 鐵鏈女被網民稱為現代的鬥鵝 甚至被鬥鵝還要冤 另外陝西省戲曲研究院 演出鬥鵝院的劇團 叫做小梅花巡行團 而被中共官方強指為鐵鏈女的 雲南被拐賣婦女 名字就是叫做小花梅 消化酒果 饲鵝院原名字呈 妩 妩